你知道有哪些国际名将从中国手中抢走过乒乓球世界冠军吗? 第十名,波尔,两次世界冠军 波尔是德国名将,他被认为是欧洲少数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也是21世纪以来击败中国选手最多的外籍球员 波尔在三大赛拿了多枚奖牌,奥运会两赢两同,市井赛六赢三同 波尔的两次世界冠军都是在世界杯上夺得的 在2002年济南世界杯击败孔林辉夺冠 在2005年比利时列日世界杯击败王浩第二次夺冠 波尔还在世界杯拿过四赢二同 并列第十名,普里莫拉茨,两次世界冠军 普里莫拉茨出生于克罗地亚,彼时还属于南斯拉夫 1988年汉城奥运会他和卢普莱斯库搭档闯入南双决赛 输给了中国的成龙灿为秦光的组合 普里莫拉茨在世锦赛也夺得三赢三同的成绩 他的两次世界冠军都是在世界杯上夺得的 他在1993年广州世界杯击败王涛夺冠 在1997年法国尼姆世界杯击败孔林辉夺冠 除两枚金牌外,他还夺得五枚世界杯铜牌 第九名,罗斯科普夫,两次世界冠军 罗斯科普夫是德国名将 他是现任德国国家队总教练 在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和费茨纳搭档输给中国的王涛旅林居居亚军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拿到男子单打铜牌 罗斯科普夫在1989年多特蒙德士兵赛夺得一枚男双金牌 他还在团体赛拿到一银两铜 罗斯科普夫还在1998年汕头世界杯击败韩国名将金泽珠夺冠 第八名,盖婷,两次世界冠军 盖婷是法国名将 他在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闯入南丹决赛 第三惨遭如日中天的瓦尔德内尔横扫 屈居亚军 他还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勇夺男双季军 盖婷在士兵赛上夺得一金一银两铜 1993年戈德堡士兵赛男单决赛 击败比利式名将赛夫勇夺冠军 成为士兵赛上唯一一位来自法国的男单冠军 他在世界杯同样夺得一金一银两铜 1994年台北世界杯男单决赛 盖婷同样击败赛夫夺冠 第七名,金泽珠 三次世界冠军 金泽珠是韩国名将 也是一个比较悲情的球员 他一共参加了三季奥运会 仅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夺得男单男双两枚铜牌 金泽珠在世锦赛也夺得九枚铜牌 金泽珠的三次世界冠军皆来自于世界杯 在1995年世界杯男团决赛 他和刘南奎、李承哲配合 击败德国队夺冠 他还和刘南奎搭档 在1990和1992年夺得世界杯仅有的两次男双冠军 第六名 萨姆索诺夫 三次世界冠军 萨姆索诺夫出生于前苏联白俄罗斯 他和瓦尔德内尔、普里莫拉茨并称为欧洲三虎 他参加五届奥运会却未能夺得一枚奖牌 在世拼赛上共夺得一银两桶 但萨姆索诺夫在世界杯男单夺得三金一银三桶的好成绩 在1999年中山世界杯击败施拉格首次夺冠 在2001年意大利库马约尔世界杯 击败王立琴第二次夺冠 击败陈启第三次夺冠 第五名 刘南葵 五次世界冠军 刘南葵是韩国名将 现任韩国男拼主教练 他一共参加了三届奥运会收获四枚奖牌 是获得奥运奖牌最多的韩国选手 刘南葵除联夺三枚男双铜牌外 还在1988年本土举办的汉城奥运会杀入男单决赛 击败同胞金奇泽 夺得奥运历史上首枚男单金牌 刘南葵在世拼赛上共夺得一金一银四桶 唯一一枚金牌是在1989年多特蒙德世拼赛上 与玄靖和搭档在混双决赛 击败一队南斯拉夫组合获得的 刘南葵还在1995年亚特兰大世界杯 率领韩国队击败德国夺冠 他还和金泽珠在仅有的两次世界杯男双比赛中获得金牌 第四名阿佩伊伦 六次世界冠军 阿佩伊伦是瑞典名将 有金苹果的绰号 他虽然在奥运会没有很好的成绩 但在瑞典队的威望很高 阿佩伊伦在世拼赛共夺得四次冠军 在1985年的戈德堡世拼赛 他和卡尔松搭档夺得男双冠军 并帮助瑞典队从1989到1993年实现世拼赛三连冠 阿佩伊伦在世界杯也夺得两金两银 1983年巴巴多斯世界杯 他击败瓦尔德·内尔 夺得唯一一个单打世界冠军 他还帮助瑞典队夺得1990年第一届世界杯男子团体冠军 第三名 玄敬和 六次世界冠军 玄敬和可能是韩国历史上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女选手 在1998年汉城奥运会 他和梁英子的组合击败中国的陈敬娇志敏 夺得女双冠军 他还在1992年巴塞伦娜奥运会拿到女单女双两枚铜牌 玄敬和在士兵赛夺得四金一银一桶 在1987年新德里士兵赛夺得女双冠军 在1989年多特蒙德士兵赛夺得混双冠军 在1991年千叶士兵赛击败中国队夺得女团冠军 在1993年哥德堡士兵赛击败陈敬夺得女单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玄敬和在女团 女单 女双和混双夺得的这四枚金牌 也是韩国士兵赛这四个项目最后一枚金牌 玄敬和还在1990年汉城世界杯夺得一次女双冠军 第二名 佩尔森 几次世界冠军 佩尔森是瑞典黄金一代的代表 他虽然参加了七届奥运会未能拿到奖牌 但在士兵赛和世界杯成绩不俗 佩尔森在士兵赛一共夺得五金四银两桶 在1991年日本千叶士兵赛 击败瓦尔德内尔夺得男单冠军 他除了从1989到1993年实现士兵赛男团三连贯卖 还在2000年士兵赛再夺男团冠军 佩尔森在1991年吉隆坡世界杯 击败盖廷夺得男单冠军 还在1990年帮助瑞典队夺得世界杯男团冠军 第一名 马尔德内尔 九次世界冠军 马尔德内尔是中国男拼历史上最大的劲敌 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击败盖廷 成为乒乓球历史上第一位大满贯得主 他还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收获男单银牌 瓦尔德内尔在士兵赛夺得六金七银三桶 在1989年多特蒙德士兵赛击败队友佩尔森 夺得男单冠军 在1997年曼彻斯特士兵赛 以不失一局的成绩夺冠 他还帮助瑞典队夺得四次男团冠军 瓦尔德内尔在1990年千叶世界杯 夺得单打和男团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瑞典队的卡尔松夺得五次世界冠军 林德夺得四次冠军 但由于绝大多数都是瑞典队的团体冠军 为避免重复 故未进入排行榜